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爱马仕开箱 今天要开两个包 大家一看这个盒子就知道是什么了 然后这个是我随便弄的 因为我拿到以后就迫不及待了 我就把膜案那些都撕了 然后就用了 大家想说这个丝带还在 我就放一下 有仪式感一点 其实这个盒子是最大的 其他像其他的包包的盒子 我觉得可以这样平放的还好 里面的空间里面是小票 还有一个皮具的 每个爱马仕里面都会有一个 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樱花粉 如果是入马坑的人 其实都知道樱花粉 因为樱花粉是一个 很多年前很火的颜色 然后它前两年复刻了 听说是非常非常难拿的颜色 然后因为我没有一个粉色的包包 春春非常喜欢粉色 我就想说那我要买一个粉色的包包 但是我又不想把粉色用在 比如说某些大包上面 我先把锁挂上 然后里面是泡沫 里面也是樱花粉的 很美 这个颜色真的很美 而且我看网上的人说 经常可能就是拍照的话 是拍不出来 它这个樱花粉食物是什么颜色 我不瞒大家说 我从来没见过樱花粉的食物 在我拿到这个包之前 但是我只是听说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我想说肯定就是樱花的颜色 应该是比较好搭 然后当我看见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好奶油 有点像那种奶油粉的感觉 它配了两个 这个是银扣的 我看见的樱花粉都是银扣的 你说爱马仕 它不知道配扣子吗 它其实知道对不对 它也觉得樱花粉配金扣 可能不太好看 其实我金扣银扣的包都有 在我刚入坑的时候 金扣是更活的 它都是一阵一阵的 如果你去赶潮流的话 可能下一年就不流行这个了 所以还是买自己喜欢的比较好 有小朋友很喜欢 就喜欢把它戳进去再打开 戳进去再打开 一般来说我都把钥匙 我就直接收在箱子里了 我平时是不会再拿出来的 因为这个它就这样抽啦 非常的方便 那个照相啊 视频真的录不出来它的颜色 因为现在灯光比较亮 看能不能给它 对 这样就好了 真的是一个很奶很奶很奶的颜色 我不喜欢粉色的人 我都被这个颜色折服了 真的 最近流行那种彩色的穿搭嘛 对不对 然后我最近也买了很多彩色的衣服 我觉得这个就很搭 因为我其实平时的穿搭 也比较偏中性 也不是说一天的话 都是小裙子 菜篮子就是又可以搭 那种比较淑女的衣服 但是又可以搭比较中性的衣服 都没有问题 它说是一个粉色的包 我心想我当时小时候 把死亡芭比粉 然后我就跟他说粉色的包 就是我只喜欢Sakura那个 因为当时他已经把那个盒子 爆出来了 然后封条都还在 他就说只剩这一个了 然后他看着我说 他说Sakura吗 我说对啊 他说啊 他说真的吗 我说是啊 我说你这个就是吗 他说对 所以他我完全没跟他提过 我要什么颜色 或者就是运气 然后就拿到了 说不定我前几天去 可能有其他的颜色 CLS觉得我会喜欢灰色什么的 给我爆出来 就不会给我爆出来 这个Sakura了 哎呀好喜欢呀 那正好我这个夏天的时候 就可以去用了 然后旅行的时候 也可以搭我的穿搭啊 什么的 因为我真的没有一个 比较粉嫩一袋的包包 要不然最多就白色了 我感觉白色就是我的亮色系 然后还有一个包包 其实我是没有种草的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拿这个包包 Sales offer我了 因为我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一直在 等我的Kelly一袋 就是一袋 我已经等了快两年了 都没有给我 那当然我可能 也是因为我 经济实力不允许 我配的不够多 然后他就给了我这个包 可能他觉得有点像吧 然后这个盒子 好像被我的猫 上面弄了一下 有点脏了 但这个包是全新的 我没有用过 因为我还在想说 我要不要除掉它 因为这个包并不便宜 这是小票 这个包没有雨衣 好多贵的包都没有雨衣 我发现 OK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包了吧 是mini 2424 因为它给我包出来 我不要 我实在是 对不起我自己吧 然后它是一个 大香灰金扣 然后它是新款 因为大香灰一般都走白线嘛 这个我也疑惑了一下下 后来我看了票 票上面写的是 大香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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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我才知道 mini 2424之前出的都是拼色 拼那个什么 威尔全 很少出过 就是一整片颜色的 这就是他们新出的 那个铜色系 它连线都是大香灰的 觉得大香灰配金扣 银扣都OK 就不像有一些深灰色 配金扣 稍微有一点突兀 但是大香灰不会 以致是Evercolor皮和SWIF皮 拼的 他们说是这个地方是SWIF皮 因为我有个SWIF皮的Lindy 我觉得没有不耐用 就是很耐用 而且SWIF皮就是真的很好修复 然后这个包 是TC皮的 我看了一下 然后灿蓝的刻印是在 我好像 我看一下 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两个包都是B刻的 然后这个包就是可以这样手提 然后它的容量来说 肯定是比KT1袋要大得多了 然后它后面有个这个袋子 我其实很喜欢 然后这个包它的口没有那么大的话 如果你这样敞开杯 它东西也不会掉出来 因为我之前一直不喜欢2424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笨笨的 很像一个笨的机器人 或者说笨笨的东西 如果说不是SWIF皮 offer我的话 我是从来没有跟它要求过 我要一个mini2424 没有 然后我看一下网上 也有梦幻子的这个2424 如果说我没有拿这个樱花粉的话 可能我会对那个 会置换一个呀 对吧 因为我有大香灰的包包 但是凭两心的话 我觉得这款包 笨笨的这个包心 就是它深色系会比较的气质 比如说黑色灰色 或者说深蓝色 我觉得都很气质的感觉 如果是比较跳的颜色 反而我觉得就好像不是很搭它的气质了 首先它不在我的计划内 就有点蹦 然后砸到我头上的感觉 它是有一个肩带的 它这个肩带就是像Kitty Dance一样 可以调节 就各种各样的调节方法 又可以肩背 又可以斜背 那我最喜欢的方法当然就是 就这样斜背了 就是我不会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它还可以像流浪的背法 就这样背 就是它实物比照片里看起来 真的好看太多了 你看见它实物 你无法say no 而且我问我的朋友 或者说我发在ins上 问大家 这个包我要不要出掉什么的 大家都说不要出 这个包太适合你了 为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包很适合我 然后我在网上看了一些 就是mini2424的穿搭 都比较中性 比较帅气 就还真的蛮适合我的 然后它里面的容量 其实蛮大的 就你装个太阳伞什么的 都没有问题 装瓶水都没有问题 然后有一个拉链 其实我有发现 就是爱马仕 只要是有拉链的包 都会稍微贵一些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之前买那个 达三会的颜色的包包 我就发现了 达三会真的是个 很百搭的颜色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包包 都不在我的计划中 都是很突然的 很surprise的出现的 但是这两个包包 我都很喜欢 它是连后面这个挂钩 都给你们弄了一个 这个一起挂过去 因为像黑银现在是 特别特别火 说不定有一天 大象会进口又火回来了 我觉得如果我 把它那个倒过来 我的菜篮子是大象会 然后我的mini2424 是这个粉色 我可能没那么喜欢 OK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 一次给大家开两个包包 有陈一把 拜拜